李寧安答刚刚公布完的刑期后 他们也爆上来 到这些水平是否继续追去买呢 到现水平来说 有网有问到底是否真的去完呢 是否有泡沫 如果你真的计算的话 其实到现水平来说不是算便宜 但你说是否真的很泡沫 很贵、很利地 那又不是 因为你刚才说过这几个因素 特别是做更多的战型 其实你刚刚过去的网购的增长 其实你那两家头很大 其实依然是很强的 这几样东西 其实你不像以前经分析商 你又被人拦住 现在你可以减低了折扣率 其实安答折扣率是历史的低水平 到底可否再调整 可能就算未必也好 他在做提高他现在门店的效率 还有电商其实继续有一个不错的增长也好 其实整体来说 对他们的资金和利益 相信仍然会有一个不错的支持 但要留意一件事 你要留意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虽然它爆清了上来 其实你再看回 今天很多建商 陆陆陆陆陆陆 出了很多不同的报告 其实他们也是照样很正常的 他们看回下半年 会做那个增长 其实应该会比上半年 也很正常的 因为很多折扣没理由永远都可以压到这么多 效率 因为你改了 其实一部分 已经慢慢慢慢 其实它应该会继续有的 但对于盈利利好的效应 应该是慢慢减少的 所以大家看下半年的增速 应该会比上半年 但仍然会保持着 几不错的增速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看这几只股 是否合理呢 看看大家如何去计算 如果你真的猜 即现在怎样猜 你计算利利 其实未来 可能今年相对上是高 下半年 其实你计算它 安踏先 感谢安踏 李宁说完 李宁出来了 他是什么呢 如果你真的计算它 你上半年就一百六几 你下半年不能计算这么多 你当它全年赚120%也好 你计算它2022年 你计算多年 因为你全部都是这样计算的 现在你计算 不单只是计算今年 你今年也已经去到一半了 如果你真的明年 其实它都是大概去 增长多 即33% 因为比较高一点 其实它的PE去到45倍 即是相对上高的 给较高一点的PE 其实它的价格 也去到110元 这些水平附近 所以如果你真的给到 因为你市场比较 其实比较的PE 其实它会更加高的 我自己看 我觉得你40多倍 其实45倍已经最高了 你正常我会觉得你40倍 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一点的 一个长线的PE 因为不建议大家 你去看就好像 你可能这些捐箱比较太高 因为你买下去 你真的买下去 你宁愿就保守一点点 即是你自己去 自己去 自己去 肯定的时候 因为你 真的做出来去高 那你就会开心 如果你买下去 那会有个股价值得升 但反之 如果你真的给自己 去买进去 你比自己的 那个Margin of Safety太低的话 万一其实它增速 有些什么差池的话 其实你就会 防守力比较弱一点 所以其实今年 你看到明年 可能增长多 33%左右 其实它有机会 去到110多 甚至120元 这些是我初步的看 它应该就可以 有机会 叫做合理一点点的价位 当然现在市场上面很强 还有气氛很质热 那它继续升 其实我们完全不能够排除 但是大家要 自己在心目中 去哪个价位 它应该是 你那个合理 是希望去到的目标呢 还有你去到哪个位 你应该去 去买进去 你会自己比较舒服一些呢 大家要去 自己给一个 的estimate去 到底是哪个位出事 如果你真的给我看的话 我就看 就是李宁 相对上 就是合理一点的 它可以去到哪 大概 就是110元 这些水平 我觉得是有机会 去到 这些水平 我觉得是有机会 这些水平